大家晚安 前幾天任天堂動物生有會的官方 釋出了一款1.8.0版本的更新預告 在2月25日可以更新遊戲 更新完成遊戲就會在信箱 搶先收到瑪利歐的帽子 當日就可以在NOKER線上購物 購買到女兒節 淘資結局的特別商品 女兒節娃娃和紙燈籠 每天都會有不同的款式 販售的期間是2月25日至3月3日 在3月1日當天的特別商品專區 會有圓州綠日的圓州綠派可以選購 是3月14日圓州綠節慶的特別點心 大家有注意到嗎? 這天也是白色情人節喔 如果沒有人送你巧克力的話 也可以吃派啦 也能夠購買到瑪利歐35週年活動的道具 聽官方預告大概會有30多種可以選購 包含可以傳送位置類似於任意們的水管 還有一些家具、裝飾、服裝、地毯等 最重要的是這個水管 據官方說明 水管可以作為移動用的道具 只要將兩個水管個別放在島嶼的不同地方 就能夠從這個水管進去移動到另一個水管 若放兩個以上的水管在島上 則會隨機移動到另一個水管 也可以把水管放在玩家的房子裡面喔 附帶體如果水管旁邊沒有走入的空間 就會無法移動 所以到時候大家在放置水管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附近是不是有空間可以移動喔 講到這邊大家注意到了嗎? 這次瑪利歐35週年的活動 從3月1日開始販售道具 官方沒有明確的說明結束的時間 我猜有可能會有第二波的消息 例如說瑪利歐聯名動物居民之類的 我只是在猜而已啊 因為以前聯名都會出一些居民啊 我自己是很期待 如果說藥吸或是烏龜變成動物居民 感覺蠻不錯的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在腦補而已 大家這邊聽聽就算了 嗯大家覺得咧 有沒有可能會出動物居民 再來這次更新前 官方釋出的最後一則消息 愛爾蘭的聖派崔克傑 當天特別商品專區會更新三款應景的商品 其中包含了山葉草汽水 山葉草門牌 和山葉草的地毯 官方網站有特別的標註 每天都會有不同的款式哦 裁縫店還會販售節慶相關的綠衣服 山葉草節的活動時間是3月10日至3月17日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大家也期待這是官方的活動嗎 也可以在底下跟我留言分享一下心情哦 正是同樣有抽獎 只要在底下留言並標註動聲更新 就可以參加抽獎 將來抽出10張機票 給兩名幸運的觀眾 最後要感謝各位會員的支持 謝謝你們的支持 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掰馬達捏 超級期待的啦 2月25日已經快要到了 都沒有沒關係 以後還有機會可以挑戰 我們這場活動本來就是 贏的人才有辦法抽了 哇 嘿嘿 你們剛才有沒有看到 歐諾她突然往天上飛 哼 哼 飛向宇宙 好幻無緣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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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有人知道她回去是斷線 哼哼 哼哼 Surprise 啪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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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